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感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 那不但是我们还听到故事就是小说的内容的简述 也看到这些作家的故居还有这些小说的场景 我完全能够理解李老师这种算是莫名吗 或者是因为很很很看了书很想去那个当地去经历 然后去追寻的那种那种心情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有一年 也有暑假花了整整一个暑假到英国去 把我所有读过的英国小说的那些作家的地方 跟小说的场景都去走了一遍 所以那种但是我没有李老师的幸运 因为李老师还可以跟作家见面 我的那些作家都死好几百年了 所以就没有这个幸运 如果到了他们的故居或者是想说的场景 的确的确有那种更加亲近的心情 好像跟他们更贴切 你能够站在那里想说那个时候他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所以真的是能够亲自的寻访是最好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的 今天有幸运 李老师就带着我们一一的去参观 探访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也随时可以举手发问 我们先来看一下chatbox里面 那个我们先有一个预告 就是2月14号 今天是2月12号 所以是星期二 那个陈英他有一个网上的演讲 沈从文与黄春明一定是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有 第一家是很棒的一个演讲 然后那个 所以那个演讲介绍在在chatbox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星期二了 两天之后的星期二 然后我们每东也是晚上七点到九点 然后其那地方也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有未来说莫斯科神是写得很好 然后有一位先生说很喜欢 很喜欢老师的追寻作家的故事 然后所以他想要李老师的email 他想跟他继续联系 然后这里是有 这里有这位副先生的email address 是文汇专给老师 然后大家谢谢老师的演讲 泽云说 说谢谢老师精彩演讲 那个请问那杯 那杯饮料 那个Buzza的滋味怎么样 所以老师 老师您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 不怎么样 它有点像发酵 一种发酵饮料 它里面可能发酵稍稍有一点点酒精 所以土耳其敬酒的年代 有人就喝这个Buzza 聊胜于无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都 对美国买了都买不到Buzza 尤其在华盛顿 那个龚泽运坐在华盛顿 那这里 大家赞誉有加 然后 大家都是感谢 也感谢谢谢老师 How can I get the recording of this session 所以刚才那个毛会长 他有秀出两个link 就是两个网站 这个我们edit之后呢 做成YouTube之后 会放到那两个网站上去 所以如果您这位David 您如果要留下一个email address的话 我们也可以寄给您 或者是等会儿 毛会长再把那两个网站的地址 再post一次 您抄下来 可以当上网站 而且那个网站还可以看到 之前的演讲 如果也许您也有兴趣 看一下 好的 这个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是谁 share her trips and experience in Russia 所以这是 要找 要请 哪一位分享呢 这位 这位 ok 因为我不知道 您要的是哪一位 来share 分享 去Russia的trip 然后 然后 哦 耶 那个 毛会长已经把 有把那个 那两个网站的 网址 放在chatbox里面 他在8点36分的时候 post的 所以刚才 那位 傅先生您可以到那去看一下 把它抄一下 好 还有请问 还有哪一位作家 想要寻访的 请问李老师 您还有哪 一位作家 还想 去再 再去看 现在 没有 我觉得 很多时候 其实是 是 有点 随心 有点 随缘 我觉得 有时候也是 是缘分嘛 比如说 去看 Roy的故居 没有想到会看到 碰到他的 舅舅 所以 没有一个预定的list 就是 看 缘分 签到哪 就 就去哪 对啊 因为如果能够 这个 有时空机器的话 我现在最想去见的是 曹雪芹 可惜 没有办法了 所以 很多时候 并不一定要 真的见到 作家本人 那个 好好读他的书 就已经 是很大的享受 那个 江南 南京有一个 江南 江南 江南制造厂 跟那个 曹雪芹的故事 稍微有一点点关系 算是故居 对 我也去过 那个 David回信了 是说 就是 邀请 李老师 您说一下 您去 那个 Russia的 经验 的 旅游经验 那是 2019年 其实现在 很多事情都是 好像 这个 Pandemic Before Pandemic And After Pandemic 所以 很多旅行都是 Before Pandemic 2019年的 夏天 去莫斯科 其实 去的地方不多了 莫斯科 周边 然后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到 圣彼得堡 那几天 就是 运气很好 看到 看到很好的画展 所以像 列宾 还有 我喜欢 德国的画家 我就会去 找他们 那个 Museum 去看 那么 不过 很可惜 托尔斯泰的 那个庄园 没办法去 因为 太远了 要特别 顾车去 有没有时间 那 虚构的 安纳的 至少这个 火车 走了一圈 我觉得 Russia 那真的是 他那个 文化 底蕴 太深厚了 所以光是 看画 就看不完 然后当然 看表演 那个大剧院 他那个芭蕾舞歌剧 都看过 甚至 他们 连他们的 那个地铁站 就是有一些地铁站 我们也知道 他那个壁画 或者 马赛克 什么的 就是 美轮美奂 所以 尤其是就是 专门为了 看地铁站 就一站一站 坐过去 这样子看 那这还只是 莫斯科 那圣彼得堡 当然不用说了 那个 全世界最好的 Museum 至于那个 东宫Museum 还有其他 就是这个 真实艺术的想念 我也来请教一下 这个Lily 那个 非常羡慕 这个老朋友 能够 去的 去大陆 也去的早 能够见到那么多 这个 我们向往的 作家的 真人 那么 尤其是 这个 沈从文先生 也是我非常 着迷的一位 那么 尤其 很 也可以说 很幸运了 我们虽然 没有见到 从文先生 本人的 这个 年老的时代 但是呢 在2015年的时候 哈佛的 王德威教授呢 他就请来了 沈从文的两位 80岁的公子 那个他们亲身来到 哈佛来跟我们 演讲 然后大家都很 兴奋 那么 沈龙珠跟 沈虎厨 对 对 龙珠跟 虎厨 两位 他根本写在小说里面的 还没有儿子的时候 这两个名字都有了 对呀 特别 特别 那个崇拜嘛 那然后就问他们两个 很多问题 结果这个 龙珠先生呢 非常的 热情型的 虎厨先生比较冷静 那么这个龙珠先生就跟我们讲啊 说其实我爸爸在家的时候 是很不受见的啊 就是说他老先生呢 常常被他们这个太太跟这个儿子呢 好像笑他呀 这个总是觉得他有点这个样的意味 那您有没有感受到 这个 在小说里感受到他的这些呢 小说里面他对于他 他对于他家乡 对于他的 他的亲人们 那种爱是 就是他自己说 充满了不可言说的爱 可是我见到 我想是龙珠先生 就是帮助他站起来 因为他中风嘛 可是我最大的这个 怎么讲 一个一个冲击 反而就是在厅陶山上 他的那个 他的墓园 有一堵墙上面就磕了 这个 他的妻子 写的话 就是他在他 造河 去世之后 噪念他 可是我觉得不仅是噪念 其实是一种忏悔 就是说 大义就是说 我没有好好了解这个人 到我了解他的时候太迟了 大义就是大义 很长的一段话 其实我知道他们中间是有过 就是尤其在 在 在 沈先生受到 受到政治冲突的时候 他家人不是很能够谅解 是的 所以 这是一种 一种悲剧 还好就是 我看他的时候已经 他们很好 妻子很照顾他 什么的 可是我非常惊讶 就是说他妻子后来会写那样一段话 是 我的想法 是这个 因为张忠和先生 我们也亲自见到过 所以他们这个张家和非四姐妹 到底是大家族吗 那么这个沈先生呢 是非常追求的 才追求到这个妻子 就是黑里翘的美人 就是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三妻 对啊 所以我总觉得他 可能一开始 这个妻子就对他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欺负 可以说简单这样说的话 他追的是很辛苦 对我猜想 对啊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还有一个很简短的问题 也许你没有感受到 那个其实三毛 因为我们也认得他的堂哥什么的 就住在我们波士顿 跟我们熟朋友 那么所以说他从小啊 就是那样的个性 就很忧虑 忧郁 然后一直是这样 那你那个时候 有没有感受到他这种感觉 而且他到有一段时间 譬如说我们看到朱天文 朱天心他们写的三毛 也是有点 就是有点糊里糊涂的 其实我后来写那天 讲三毛的我 我当然有点含蓄的写了 其实他是 他是有一种状态的 所以到后来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他了 所以我认识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他的这种个性 或者说也许 如果用现代名词来讲的话 也许有某一种的 类似自闭症 或者什么的吧 忧郁症 这一类的 那当然我不能断言 可是他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 可是也许就是说 有一种 有一种 同时是一种诅咒 就是说他的他的这种财气 他的他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什么也基于他 他的这种心理的状态 其实我还不是这么认识他 其实是我先 他是我先生介绍的 我先生小时候跟他们是邻居 从小 从小到小时候 所以应该是跟 那个旌旗 莉莉姐也是同 从很临近的 那个邻居才对 对 我们还是 所以白鲜永刚刚讲 白鲜永说 说你这三个人 三毛 荆棘 李李 滴滴 都是住在同条街上 现代文学 对对 白老师 白老师也说过 那个三毛怪怪的 要躲在家里 什么的 对 他们家的 堂哥也是这么说 有很段时间 都是在家里 教的 上学都不去的 对 谢谢谢谢 真的很高兴能跟着你跑了 看了那么多的 这个文学现场 谢谢 我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来 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大家 还是可以 这个全世界乱跑了 所以 希望 这个疫情过去 大家 健康 平安 然后 开开心心的 出去旅游 或者在家里 读书 握游 都很好 对不对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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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峰姐的 发问 我们也因此听到更多 然后 未来 也有问题 对吗 对 谢谢会长提醒 今年该交会费的 谢谢 然后我想请问 刚刚你讲的 那个三毛的 那一段里面呢 我有去查了 我去看了 您的那篇文章 然后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说 你说他参加 他的那个未婚 他的婚礼 那是指哪一个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那个你里面有个影片 是何希 从海里上岸 请问他有没有 带那个氧气筒 那为什么 我问这么细的题目 是因为 我自己对三毛 对 就是你们所说的 那个铁粉 我对他研究 也非常的深 那我也在想说 今年的 3月26号 他刚好80岁 名单的时候 我想办两场 他的双演讲 所以我刚看到 你的这个新资料 我就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兴奋 就觉得又有新资料出来了 所以很期待 对这个新资料 其实是老资料 因为 因为 从来不在外面提 也不写在他的 他的书里面 他的第一次婚姻 所以我就 我提的时候 那个画家吗 那个画家 对 对 那我就知道了 对 你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你第二个问题 你第二个问题 你说 你说何锡 何锡从海上岸 何锡就是说 深水潜水的 肯定是有 肯定要带 带氧气瓶 带面罩的 就是说 他出来的 当然就脱掉了 我想 不对 可是这样 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 怎么会淹死 所以不可思议 对 因为我 据我的研究里面呢 他的工作是必须要 背潜水井下去的 可是当天出事的时候 他是没有背潜水井 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 有一次 三毛写 他跟何锡两个 去帐篷里面 他们在去海边露营 然后 那个什么 何锡去潜水 三毛在岸上 等了非常的久 等到何锡一上来 他就 啪啪啪啪打他 就说 你怎么让我等了这么久 可是 所以如果说 如果他当时 背着氧气筒的话 他们叫空气瓶 不能叫氧气筒 他是 他是必须要先把装备 给配下来的 所以你刚刚那张照片 很重要的部分是 他其实他当时是 他们在当地 他喜欢海的人 他不会背 那个空气瓶下去 他是用一种 很古老的方式 下去一次只 刺一只鱼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 我自己也是想了好久 后来找到的一些 一些相关证据 然后于是我就用一种 像是推理小说的方式 慢慢去推演出来 找到一些证人或证物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你那个照片 是非常珍贵的 谢谢 谢谢 林子那个照片 我不知道你是看哪一个 哪一个网站 其实不是网站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 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解解里面 你的演讲里面的那张照片 那个 对 那个是 那是 从那个图片上面照下来的 你那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我的西班牙女友提供的 这个当地流传的一个图片 你讲的西班牙文的那个对不对 沐原 那沐原 所以如果每个西班牙文的水面 它是不带氧气筒的 不带空气 所以这一点上面是 你的照片里面说的 那个 我也做过 我也常常说的 对 你说的 我插一句 因为我做过 很久的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情况 就是很多沿海游 踩海胆的人 他们是不带氧气筒 一口气下去 很容易死 他们很厉害 他们可以几分钟 对 对 你在昏迷之前 你其实是没有任何预警 所以很多人死在踩海胆 就是没有带 在这个 这个air tank 和这个regulator下去 对 而且他如果上来 他其实是没有地方放置 那个氧气瓶 如果他有带氧气瓶下去 一定会背在身上上来 对 对 对 所以 所以作家延昊里面说 他是因为氧气瓶 自洗什么的 他说沈马告诉他 那是不对的 嗯 所以因为这个部分里面 我读了很多 很细的东西 一直交叉比对 就像推理小说 所以我自己也有 自己的一套研究方式 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这样讲 我就觉得很高兴 你讲的 对对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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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那个读者里面 有很多是 刚才作家的粉丝 然后还非常的有专严 那个 淳因有问题是吗 是这样子的 今天是那个李老师 演讲场合 我本来不应该替自己做广告 可是因为那个李老师 他提到沈从文 他说他非常喜欢沈从文 我也很喜欢沈从文 然后李老师提到的那个 相形善计 那么还有他对那个湘西的那种感情 无法言说的感情 在我刚好两天以后我演讲的时候 我会都会提到 我也会对他的那个一些著作做深入的分析 所以我就在这边呢 就是不好意思就做一个广告 太好了 谢谢你告诉我们 太好了 谢谢 纯英可以把那个广告费交给那个我们的财务 我的演讲也没有收报酬 所以也都是大家都明白 那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下个月的主讲人刘昌浪 他也去过土耳其很多次 那么刚才我们在讲BOSA那种饮料的时候呢 他就提供了一些资料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请他来稍微介绍 做一下补充的介绍呢 好不好 那个刘昌浪 你可不可以打开你的那个麦克风 看你的那个影像 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不好 一个简短的介绍 好 这个 我打不开这个照相的样子 就听声音就可以了吧 已经看到你的头额了 可以把那个camera往下 很好看到了 非常好 谢谢 好 BOSA刚才讲了 是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 虽然很淡 可是在伊斯兰里面是不准喝酒的 那么 这种饮料呢 喝起来就好像我们台湾喝的那个米汤 就是谈话是不是叫咪咪 就跟那个味道一样 这个 这家店很老了 这个店呢 就平常跟一个 一个家庭里面的 餐桌那么大 很小 可是因为 伊斯坦堡只有一个地方卖 它的对面呢 是另外一家店 卖烘干的这个 黑色呢 所以一般人就跑到那边去 在对面买了 烘干的这个种子 然后跑到 BOSA这家店来喝 然后混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去的时候 不知道要到对面去嘛 可是正好有别的人买过来了 就请我们喝 就很客气的就 给了我们一大把 那我有一个照片 不晓得是不是你们可以打开看 那么如果说 这样子看得到的话呢 BOSA就长得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把那个黑色呢 附上去了以后 搅一搅就可以喝了 刘老师可以把这个照片 Share Screen 秀一下吗 我完全不懂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把它 Share给你们 在下面 荧幕下面有很多的选择 中间有一个叫Share Screen 然后您按下去 先把那个照片打开来 然后回到你的Zone 下面有一个绿色的 很好 开始了 出来了 看到了 BOSA就是这个地方 刚才有人问 在华盛顿买不买不到 我认为是买不到 因为在伊斯坦堡 也只有一个地方卖 这个店已经很老了 在里面呢 有他们的国父凯末尔 喝过这个的餐具 就一直放在一个筐里面 放得差不多 跟这个 站起来以后 手伸到头顶上 那么高的一个筐里面 好像一个神坎一样的 就把凯末尔用的 这个杯具 茶杯跟这个餐具 就放到那边 BOSA就是这个样子 吃的味道也就跟台湾的米浆 咪咪味道很像 稍微有点淡淡的酒味 米浆加发酵的那种 淡淡的发酵 因为它实际上只有 25里了 差不多就 我想大概就 只有一块钱左右 或者是比一块钱还要更少 所以说 这个 我们去了以后呢 就是纯粹去吃它的那个味道 可是吃了以后 就觉得说 跟我们台湾的米浆非常像 讲完了 谢谢刘老师 那个刚才提问 那个龚泽英龚老师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能 可能买一张飞机票 去伊斯坦布 或者在家里用 做米浆也可以 反正 我去年9月 又去了伊斯坦布 然后就得到了 COVID回来 这是伊斯坦布给我的礼物 好 那Penny问老师 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 老师您喜欢 我有太多喜欢的城市了 我目前住的上海 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当然台北我也很喜欢 因为那是我的故乡 还有我自己住的 旧金山 伊斯坦布 像我一再讲的 这是很不一样的城市 京都我也喜欢 好 我们呢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刘先生您可以撤掉 我已经帮他撤掉了 OK好 那我们现在 那个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蔚蓝还有吗 没有了 我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像 我不晓得这个李老师 有没有 就对 像比方说 莎士比亚这种 早期的一些作者 他写的 像那个 罗美欧与朱利叶 他那个故事 在意大利的 Vorona 有没有像 就是类似这样的 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不过没有去看 因为我想说 Vorona那个 那也就是大家 附会的说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阳台 罗美欧在下面 当然是很可爱了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到那一带 当然会去 Vorona那是假的 假的不是 是啊 就是嘛 是复会的 不值得看 那个是 没有关系 就是有一些假的 大家只要加上 你自己的想象力 也可以 也可以 享受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寻访电影的现场 所以那个也很好玩的 光是我们旧金山 就有好几个 像我很喜欢的 西区考课 就有好几个现场 你讲很有趣 下次来讲 等你来再来 讲得太好了 谢谢 我们下次继续 电影场景寻访 对 寻访电影场景 再回来 再回来讲 明星刚才 还没讲完 对不起 明星刚才 在那个张奉章老师 在提到说 这个 朱老师 朱丽丽 他们 白先勇说 他们三个人 是什么好朋友的时候 那个朱丽丽老师 好像要的讲话 可是没有听清楚 我们都住在 白先勇家 附近 都是 三毛 里 我都很近 都是那个区 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我 是我先生 你先生 你们在长春路那一带 我是在 松川路 是的 松川路 长春路那一带 可是你们 那时候 那时候都去 都去那个 那时候 后来变成荣兴花园 那时候是一片草地 白先勇也常去 散步 三毛也去 我先生也去 然后我相信你也去 所以我跟白先勇说 我记得看过 因为你先生 还有胡友瑞 胡友瑞 对了 胡友瑞 三毛 我 都是读的 中正国小 所以那条街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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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而且后来都在 白先勇的 现代文学 就是嘛 白先勇就 津津乐道 开始 这三位女先 这一点也是一个缘分 是的 是的 所以是 一方风水 赵舅 请问了 李老师的 小姑 是不是薛仁心 是的 哦 他是我的大学 同班同学 而且我也去 同学教会吗 还是同学 同学 东海 东海大学 东海同学 同班同学 而且我也去 住过 那个 Metropole 在那个 Mosco 你也住过Metropole 我住 因为我看了那一本书 我看那个Mosco 那个 对对对 对对 Gentlemen Rod 对我很喜欢那一本书 所以后来我去Mosco的时候 我就特地去那里住了几天 我很喜欢那个 那你比我更有诚意了 你是为了书去住几天 我是住完之后 回头看到书来说 我住过那里 很有趣的一个旅馆 非常有趣 所以我宣称期待 这个电影要拍出来 电影或者电视剧集 那个Ewan McGregor 演的 什么时候呢 好像我去年看的时候 说是今年春天会出来 所以很期待 很期望 他书上 你看了那本书没 你看了 我就是看那本书 才发现说我住过那里 OK OK 他里头不是提到那个餐厅 有没有 对呀 就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 后来变成那个早餐厅了 No 他的餐厅是在二楼 可是呢 那个大餐厅 对 大餐厅 那个很漂亮的二楼 那个餐厅 比较小 比那个楼下 对比较小 那个餐厅 对 有放腾 对 我就是说有喷水池的 是楼下的现变早餐厅的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事情都发生在那个喷水池旁边嘛 所以喷水池很重要 对对 然后他提到楼上那个餐厅 我就特地去看 本来想在那里吃饭 可是他那个没有open to 就是这些旅客 他可能有点变成开会的啊什么 他们有什么business function 所以我就对楼上那个 对餐厅没有印象嘛 所以我写那篇文章说 我刚才有附的是 我刚刚有附的是楼下那个餐厅 喷水池跟每一天早上都有那个谈肃琴的 对对对 然后而且是我到过的唯一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早餐厅 无限制的供应香槟酒和鱼籽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 那早就喝得最熏熏的俄国老 哎呀呀呀呀呀 那么棒 那是很难忘忘怀 那个明星刚才你提到有一位先生 不叫先生女士叫傅杰的 他要跟这个 他事实上他也很喜欢木 我看一下 木星的足迹 就是说 他很喜欢 李老师追寻作家的故事 他在纽约也追寻过木星的足迹 他写了一篇章 发表在台湾的传记文学里面 那想给那个 他想发给那个李老师看一看 这样的 哦太好了 太好了谢谢 对木星在纽约还开了 等于是私塾班 就是一些年轻人去听他讲文学 后来陈丹青把它弄成集成的一个集子 那个父亲还在不在 能不能讲几句话 要好没有看到了 要好没有看到了 要好要没有看到了 有一位就是Bobby问他说 刘学长你说味道像米浆米汤还是米酒 我听是米浆 因为你说用台语说 但是他要更确定一点 是米浆还是米汤还是米酒 我想是那个 应该是米浆 米浆 酒味很淡的 因为伊斯兰不准喝酒的 所以因为一点点淡淡的发酵的味道 那些人喝了把它聊胜于无 其实应该是喝不出酒味来的 所以是米浆加上一点点的发酵味 这样子 也就是说酒精的成分非常的低 对吧 对 理论上是没有酒精 这是理论 然后 蔚兰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蔚兰你要不要自己来问 不然我帮你问 请问老师的先生认识 许伯允和美国人约翰吗 什么 对不起 没听清楚 他说 请问那个老师的先生认识 许伯允先生 还有那个美国人约翰吗 因为那时候他们16岁的时候相遇了 跟三毛相遇 然后这个约翰后来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 请问您先生记得吗 我想他不认识 因为从来没听到 好谢谢 我们都很想知道 那个早餐无限供应香槟酒和鱼纸酱的酒店名字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下来 刚才我最后一张照片 这是那个 Gentlemen in Moscow的 他发生地就是 Hotel Metropole 大都会酒店 这个资料很重 我在文讯二月号文讯杂志上面就发表了这篇 这些 去寻访这些地方 您是事先 就是事先就是已经打定主意 比如说在您的那个行程里面就是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 还是您刚好到要到附近或者是是特意的寻访了还是 都有 像你刚才听我讲 比如说我们一家到越南去玩 本来就是河内到 到到胡志明City 居然在在飞机上看到一个杂志说说这个 胡志明City的附近的沙里里面有有这个这个情人的故居 我想那那这是这是临时起义 因为不在我们的那个路线 然后我的那个导游也不知道也很不情愿的 因为这是我要的一个extra的要求 我说我还是要去看 那像到那个南印度的那那确实是到南印度那地方 那也是因为说那边有一些骑士观光客还去的 比如说到上去点那个沟是很多人去的 然后我是到那里发现说他的他的故居是确实是有在那里 而且可以去看 就可是碰到他舅舅这完全是这只能说是缘分了 怎么会想到 所以所以你上你你问的都有这两种情况都有 然后这些都是前前后后经历也许Decades 是吧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这是 Decades 对啊 你看像像我去见 见毛顿巴金 都是见巴金79年80年 所以从从Late 70s一路过来 到到莫斯科是三年前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当然那次是四年前了 可是我最近又去了一次 看那个Museum of Innocent是四年前 所以有些地方真的很喜欢会再去有机会的话 所以您寻访文学现场的心智一直一直在经过这么多年都一直有着这样子的心智去 这个疫情三年也是让我的旅行减少了很多 所以现在又可以跑了 就可以开始 好 那我们呢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回去给毛会长 那个明星 还有三四个问题 哦 Really 哦 我刚才没看到对不起 我看一下 请问老师 法国巴黎有什么推荐的旅游地方吗 在问我吗 啊 请问老师 哦 哦 巴黎呢 那看你的兴趣了 有些人是 像我是对这个美术馆博物馆最有兴趣的 大大小小的 然后有时候也是看运气 像有时在一个小美术馆看到这个整个是丁雄泉的那个特别展 当然是每次去一定会去看什么罗浮宫或者朵塞 尤其我特别喜欢朵塞 然后就 我觉得巴黎你根本就是在河左岸那边走来走去都很愉快了 那有些人也许为了美食 那如果第一次去的话 当然这个最大的几点都是要去的 那如果有朋友的话看看朋友 我是觉得有当地的人带你看一些特别的地方 我很喜欢看他们的小菜场 也是很好玩的 巴黎的女人真的很有韵味吗 巴黎的女人真的很有韵味吗 这是这样是不是要问男的呢 听说很有风韵 回答得好 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情人 情人拍成电影 梁家辉跟 Jim March 是在小说原地拍摄的吗 我不是太清楚 有一些外景应该是在那个那个越南 美工河内 美工河内那一带吧 嗯 其实他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不一定找得到 比如说他那个当时西贡提案 他们的那个小小的艾巢 说是在这个唐人街附近什么 那个就绝对是搭景的 不可能是在那里 那他们那个渡轮 我就是不确定是不是我看到的那条河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查 那个 或者是下回老师您在那个寻访电影场景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对对寻访电影场景 可以看究竟 好 好 那还有问题吗 我有没有密集 有有有 我 问说是东海哪一届 我不知道是 嗯 这是问哪 问谁呢 嗯 因为刚才说到东海是老师的小姑 对吗 所以 刚才有人问我是不是认识 那 嗯 谁是我的小姑 对然后怎么样 什么问题的 嗯 有 这里有一位先生问说 是东海哪一届 哦 哦 我 我想这个是 有没有 算是privacy 707172 这不是privacy 东海的同学 大概是1972 毕业的吧 好 那也许可以看看是不是 同学 好 嗯 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读一下海明威那本书 A Movable Feast 那本书 Buddy的风情 写得非常好 谢谢 啊 哇 那也是 Decades ago 嗯 最好是实际 我觉得 我觉得李老师讲得非常好 我就是 希望你还回来继续给我们演讲 谢谢 对 明年再来做一次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不过我希望在那之前 我们在圣地亚哥再聚会 上次非常愉快 一定 一定 OK 好 也要 也要 感谢朱会长 这个参见影线帮我们 请到李老师来为我们 做演讲 我们也要 我的荣誓 好 祝大家健康平安 好 在结束之前 能不能请老师说个结语 最后的结语 最后结语就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 这个万卷万里做不到 做不到 至少 我们 希望说我们可以enjoy 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觉得很 很高兴 很幸运 很幸福 有这么多文友 有这么多朋友 可以分享 而且大家 天涯共此时 不在同一个地方 都可以这样子 等于是碰面一样 真的很好 疫情过去了 祝大家这个开开心心的回复 祝从前的日子 好好地玩 好好地读书 好好地分享 好好的 大家能够见面 OK 祝大家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李老师 很荣幸 也要先 订阅下来 看今年的 稍晚的时候 或者是明年 再为我们 这个 讲个下集 续集 可以吗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我就下线了 好 谢谢 大家再见 再见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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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